杜苏瑞台风逼近台湾 县福消防局未与筹谋 已经和全县48处商家合作 设置防灾专区 提供民众采购 为提高防灾议事 县上徐祝华日前也到卖场了解 鼓励民众在台风前储备物资 避免灾难发生 交通受阻 物资供链出现问题 我们这个杜苏瑞的台风 即将要登陆了 除了我们县政府呢 来做好所有的相关的应变措施 我们也要随时提醒民众 要有防灾的概念 那么我们今天呢 特别在加入府这边 来做一个简单的视察 县政府这边 我们只要在防灾季节 7月到9月这个期间呢 我们都会跟各个卖场来合作 那特别为我们设置了 一个防灾的专区 有很多的民众 即便知道说这个有台风来了 可是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 可能还并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防灾专区呢 让民众在这个卖场呢 他可以直接找到这个专区 要提醒大家 只要发布了海上的警报 陆上的警报 一定要尽量的减少出门 县远尼如良表示 台湾已经许久都没有台风进入 这次非常感谢县府的用心 结合全县48处商家 合作成立防灾专区 让民众选购做好防灾准备 我们台湾已经很久没有台风进来了 这次南投县政府 特别跟我们的南投县 48家卖场有合作 都有成立这个防灾的专区 那也希望说我们民众 可以去我们消防局的网页来观看 有哪些地方 哪些卖场正在卖我们的防灾的物品 那我也希望说 我们南投县政府除了 关注这些防灾的物资之外 也要在台风来临之前 将我们的像水沟啊 道路啊来清扫干净 以免说台风进来的时候 好大雨造成了各地再次的淹水 然后造成我们民众相关的一些损失 希望在这次的台风之中 大家都能够安然无恙 随着督促瑞台风即将登陆 县府除了做好应变措施之外 也希望民众要有防灾观念 到专区走走做好防台准备 现议员林如阳也进一步呼吁县府 要针对水沟道路做清扫 以免造成淹水的情况再次发生 记得兄弟 南投采访报道